基本原则上,我们是左手打小板,右手打大板 那么首先,我们先说左手小板的基本打法 请大家务必按照我的要求来做,不要加任何的想象力 左手打小板,首先注意 五指翻开,手心冲下,食指上挑 这是一个基本动作 五指翻开,手心冲下,食指上挑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一个原则 手指,手长手背,手腕小臂是基本平行 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这样子,基本平行 再重复一遍 五指翻开,手心冲下,食指上挑 手的基本高度在我们肚脐也稍微上边一点 这是练习打板时候的基本站姿 我们看一下 然后开始拿板 那么刚才说了 五指翻开,手心冲下,食指上挑 那我们这个小板 有四块板是一个抱着一个 有一块板是面对这四块板 那么单独这一块小板 面对这四块小板 就把单独这一块放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依然保持 五指分开 手心冲下,食指上挑 我们看一下基本动作 那么拿好之后 拇指在小板前面 旁的这个中国节 就打在这个扣的位置上 右手 中指 无名指 小拇指 自然贴合在这单独一块板上 那么我们简单称为 叫底板 就最底下这个 啊,抓在手里边 拇指 拇指 食指 中指 注意一个原则 尽量保持 拇指 食指和中指 之间这两个位置 基本差不多 尤其注意 食指这个 到中指的空间 不能够太近 很多时候一开始 我们会打成这样子 食指和中指 重叠 或者说 中指贴着食指 这都不对 一定让中指下来 在底板 基本上接近 一 二 三 四 在最下面 我们平均分四分 在最下面一个位置上 哎,最下面 那么这时候还基本上保持 刚才这个 拇指分开 手肘冲下 食指上挑 拇指 中指 食指 这三个指头之间的距离 千万要注意 基本的 站姿 好 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先保持 基本的 这个站姿是对的 就像我们练武术一样 有一个启示的动作 基本的 是对的 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先不要着急打 我们先以这个姿势保持好 脚底下 钉子布 牧师前方 手掌 手腕 小臂 基本在一条水平线上 整个小臂 手腕 手掌 手指的基本高度 跟肚脐 稍微高一点 你这个姿势 站好 我们先站好 再说后面怎么打 好 下面呢 我们说小本的基本打法 小本的基本打法 有四种 第一种 基本点 第二种 单点 第三种 双点 第四种 我们叫做火车点 这样说呢 好叫 也有叫 混合点 这些说法都没问题 基本的四种打法 首先说第一种 五指分开 手指送下 十指上调 这个已经强调好几遍了 非常非常之重要 首先看 基本的站姿 手掌 手腕 小臂 在一条水平线上 肚脐稍微高一点 拿好 大拇指 在四块板 一二三四 脑袋上 摁着 由于我们 手指送下 五指分开 十指上调 前四块 跟后一块 自然分开 有距离 那么这个距离 留给我们的 就是几大的空间 初学者 不建议 晃动手腕 因为控制 不好力度 控制不好节奏 初学者 我建议 用大拇指发力 推动 前四块 撞击 后一块 简单来说 大拇指发力 四打一 出现这样一个节奏 注意听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注意 食指的指尖 指尖 指度 有一个往上 挑的力度 中指 无名指 小拇指 有一个往下 伏的力度 伏就不使劲 挡着就行了 挑 是要有一个力度的 往上挑着 大拇指 往下按 按动 四打一 初学者 按动 四打一 听这个节奏 大家注意看 我在打的时候 手掌 手腕 小臂 大臂 肩膀 都没有动 打快板 千万记住 不要上下 呼扇胳膊 就像小鸟鸟飞一样 小鸟飞 呼扇呼扇 能起来 咱们呼扇呼扇 也起不来 所以一定要记住 从手掌 到手腕 到小臂 到胳膊肘 到大臂 到肩膀 到脑袋 到腰 到身子 哪都没有动 只有大拇指发力 打出基本点的节奏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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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